还没有看到朱主席 有积极的对外的行动 还没有看到 被党内大佬王金平亲自点名 辅选侯友谊不够积极 尤其郭台铭现在动作频频 关键时刻朱立伦却连两天神医 相反的侯伴金普聪则被劝导 别太激进 有什么觉得不妥的地方 可以事先比较温和式的 来劝告一下 再没有改善的话 那可以再尽力不得处理 言下之意真的讲不听 再寄出党记 毕竟仍受困新北市的侯友谊 的确很需要各县市小姬力挺 在侯友谊正式被提名之后 国民党也即将启动 所谓的固本专案 也就是整合基层的辅选力量 当然也包括要借小姬的协助 来冲刺选情 国民党这套陆战组织动员 预计把九月期间展开 毕竟泛滥势力 眉线整合如何进一步谈蓝白河 而想获得中间选民 也得看侯友谊的访日外交能力 就算重感冒暴病 侯友谊访日照样定在七月三十一 预计拜会前首相麻省太郎 日华可会长谷龟司 以及国会议员 还有接受日美专访乔宴 以及参访东京妈祖庙 跟松本楼别具异议 国父在革命的时候 他在日本的大本龄 可以说就是在松本楼 后来认识了宋庆林 在那地方恋爱 在松本楼他记录了 当时革命的历史 强化与深蓝连结 就看侯友谊在日本的一举一动 能否有效发挥 回来新闻呈现打张科台北报道 哈喽我是庄宇杰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